因為我們的目標是 focus在NLP上面 所以最基礎的就是我們必須要讓機器可以了解什麼叫做一個word 也就是用一個非常好的方式去表示每一個word 我們統稱它為word representation 大家可能會叫它是詞彙的向量表徵 因為我們希望能夠用機器可以理解的方式去表示一個word 那一個word它最主要傳達的意義是什麼 也就是其實應該就是這個word它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也就是meaning 所以word representation其實最主要的核心是希望能夠表示 這個word它在文章裡面或是句子裡面它所帶來的meaning 所以我們統稱為它是meaning representation 那meaning的概念其實是非常的廣泛 而且也是有些ambiguous的 比如說這個word它所帶來給你的意義 或者是這個詞彙它所帶來的意義 phrase帶來的意義 或者是一個人他用他的方式使用這些word 或者是他的一些手勢去表示他想要傳達的資訊 那大致上來看不只是word 你其實也可以透過藝術啊或其他的方式來傳達這樣的訊息 所以meaning representation可以是非常多種 那我們今天會針對怎麼用語言的方式來傳遞這樣子的意義 大體來說我們可以把meaning representation在computer上面的理解 分成兩種形式 那當然並不是說它一定是非常嚴格的被分成不是A就是B 那有一些情況它其實是AB兩個綜合起來 那大致上我們可以透過它是怎麼去表示這樣子的representation的方式 來把它分成兩個方向 那第一個方向呢是knowledge base 也就是我們是透過我們對於這個語言所有的一些知識 來去表示現在這個字背後的意義 那另外一種方式我們稱它為copus-based 也就是根據大量的語料 我們希望能夠自動的學出這一個word 它在這些大量的語料下面的用法 然後得到它一個比較好的表示方式 那我們大概就會快速的講過這兩種表示的方式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knowledge base representation 在knowledge base representation 最基本的做法其實就是使用一個人定出來的 也是語言學家定出來的這些knowledge這些知識 那有一個非常well known的knowledge resource叫做Warnet 這個是語言學家他們定出來的 也就是在裡面有非常多的詞彙 那它同時也會表示這些詞彙之間的關係 舉例來說什麼叫做hyperning呢? hyperning其實就是一個包含的概念 就是a is a bee 所以你可以看到舉例來說 a dog is an animal 那這樣子a就是屬於b這個類別底下的其中一個分子 就是有點像是組成的概念 所以比較大的部分叫做hyperning 那裡面會有對應比較小的一些詞彙 所以它會有詞彙跟詞彙之間的關係 就像animal跟dog animal跟cat 那它是一個is a的關係 就是happening的關係 那它會去定義很多這類的關係 但不只是happening 那有可能有同意啊反譯啊等等的 所以舉這個例子你可以看到 在Warnet裡面它會連接這樣子的關係 像是moto vehicle它是一個群體 那在這裡面分成有moto car go kart truck 那在moto car裡面可能會分成有compact的車子啊 或者是half bag等等諸如此類 所以這裡是詞彙跟詞彙它們之間的關聯 所以它是藉由語言學家對於詞彙的了解 去定出這樣子的關係 如果你直接使用python的話 你可以把nltk裡面的corpus import進來 它裡面其實就有這個warnet 那你可以直接去看這個warnet裡面存取的東西 比如說你可以直接讓它秀出 比如說像panda的hypening啊 它可能會出現像animal啊 living things啊這些東西 所以這就是一個panda is a 就像剛剛說的is an animal 那這樣子的關係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字跟字之間可能會存在同意詞 反譯詞或者是包含之間的關聯 那這些都是由語言學家定義出來的 那如果我們直接由這個語言學家定義出來的知識 來去表達一個字 我們怎麼做呢 你可以很簡單的來想成 如果我們知道在這個warnet裡面 它就直接定義了a as a b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去找出 我們直接用一個方式 因為a跟b有一個h相關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藉由這樣子的關係 知道我們要怎麼去表示 讓機器知道怎麼去捕捉a跟b的關係 因為它這個關係是直接定義在我們的knowledge corpus裡面 可是如果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表示 每一個word它的representation 其實是有一些問題的 什麼問題呢? 你看像這個knowledge base 它其實是一個需要語言學家去標註 然後才可以長大的資訊 那如果我們有新發明出來的詞彙 其實它就不會被include進我們現在這個knowledge base裡面 比如說像有很多星星的詞彙啊 比如說實在hello這類的 那它可能就不會被放進我們的warnet裡面 那也不會知道他們之間跟其他詞彙之間的關係 所以它沒有辦法處理新發明出來的字 那當然另外一個方面 這是當時的那一個語言學家標出來的 所以它多多少少會帶有它的一些主觀的意見在這裡面 因為這些很多詞彙跟詞彙關係 並不是非黑即白 有可能會有一些模糊地帶 那你要怎麼去定義這樣子的官機 其實就很見仁見智 所以也會帶有一些主觀的狀況 那第三個一樣 我們需要這個語言學家才可以去annotate 這樣子的knowledge 所以你每一次都需要這些annotation effort 那另外一方面 雖然我們知道這個word跟這個word 我們可以藉由查詢Warnet裡面 在他們兩個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 可是並不是非常直接可以用這個方式來計算 欸這兩個word他們之間的相似程度啊 關聯程度 因為你可以看 我們如果看這個字 跟這個 比如說compact跟moto vehicle 它是SN關係 就是它是從上到下 然後他們經過兩條H 可是你看如果是compact跟hashback 他們也是經過兩個連接 就是它往上然後再往這邊 可是這個兩層的關係跟這邊兩層的關係 其實是意義上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我們藉由它的edge的數量 來當成這兩個字有多相關 其實是沒有辦法真實的反應這些pair之間 他們實際上的關聯 因為往上再往下它經過兩個edge 跟往上再往上它經過兩個edge 代表意義其實是不相同 那我們沒有辦法直接用這樣子的graph 然後很簡單的去找出一個好的方式去評估兩個字 它們之間的相關性 那這也是為什麼有這麼多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希望能夠藉由corpus-based的資訊 能夠自然而然的用資料上面的分布 表達一個word它背後的meaning 那希望這樣子的表達方式 可以比較符合真實的情況 因為並沒有使用到人主觀對這個word它的關係的定義 我們用到的其實是人怎麼去使用這樣子的word 然後在大量的corpus裡面 然後讓機器自動的去看這些word它有哪一些pattern存在 然後藉由這些pattern去表示這個word所代表的意義 所以比較多現在modern的nlp的方式 其實都是用corpus-based的方式去表示word 那當然這兩個方式剛剛有講到 其實是可以稍微做一些整合 我們當然不一定純粹只能從corpus來 我們也可以主要從corpus來 但我們也可以放入一些我們對於這些語言上面的nudger的了解 所以這樣子以來我們就可以borrow兩邊的優勢 那如果是corpus-based的representation 最最基本的做法其實叫做atonic的symbol的表示方法 也就是我們常常可能會聽到的one heartrepresentation 怎麼說呢?很簡單 假如說我們的dictionary裡面總共有比如說三萬個字好了 那我們就準備一個三萬維的向量 然後每一個字它所對應在這三萬維裡面是第幾個字呢? 如果它是第...比如說在這個例子它是第七個字 在這個字典裡面它是第七個字 所以我們就用第七維來表示這個字就是car 所以我們這一維就是1 為什麼它叫做one heart 就是因為大部分dome是0 然後只有一個維度它會是被on起來 那就是變成是1 所以就一個dimension它是hot的表示方式 所以這一維代表的意思就是 A這個字它是第七個index的那一個字 可是當然直接用這樣子的表示方式 也會有一些問題 舉例來說 這種表示方式還是沒有辦法很容易的去計算 兩個字之間的關聯 為什麼呢? 因為在原本向量的定義之下 本來就是定義說每一維它們其實是orthogonal 其實是彼此independent 所以說如果是不同的字 你對應的就是不同維度 它會是1 所以不同維度是1 那它們代表這兩個維度其實是各自independent 可是字跟之間可能會有一些像我剛剛說的關聯 就像是car跟motorcycle 它其實不是完全independent 它是有一點點關聯的 但是如果我們用這個one heart的表示法 我們反而會造成car是這個維度是1 model cycle是另外一個維度是1 那不同的維度代表的意義 其實就是它們是orthogonal independent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用這樣子的表示方式 很容易的去計算出這兩個字之間的similarity 因為不管你是做and 或是做cos similarity等等的computation 你可能都還是會讓它們兩個之間的相互關係變成是0 因為原本在向量空間上面定義 本來就是每一個維度它其實就是orthogonal 那怎麼辦呢?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用另外一個方式 我們不可能只用這個字 它是對應的那個字 它就把這個維度變成是1 因為這樣就會違反了我們一開始說的兩個不同的字 它實際上有可能是有關係 但是我們用這樣的方式沒有辦法冒掉它們的關係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現在的目標是不是希望能夠用向量來表示 字裡面的meaning 所以meaning會等同於有什麼資訊可以告訴我們它的meaning呢? 其實很簡單我們平常在做 比如說你以前在做那些閱讀測驗的時候 常常就會有一些問題就問說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然後它問這個字本身可能是非常困難的 但你還是可以透過前後文去猜測這個target word它對應的意義 那我們是怎麼做到的? 我們就是根據它的前後文可能去推測它這段內容所帶給你的資訊 所以你的neighbor所代表的意義其實非常重要的 於是你可以經由在大量的資訊大量的corpus裡面 如果有兩個字他們always旁邊出現的neighbor的字眼都是同樣的字 那你是不是可以imply說這兩個字可能會有很高的幾率會代表相同的意義? 所以我們的想法其實就是基於neighbor的資訊來判斷這個字它的meaning 也就是我們假設如果它有相似的meaning的話 他們就很常會有相似的neighbor 那這也是非常合理的一個假設 於是這corpus-based representation我們就會衍生從onehub變成是neighbor-based representation 也就是我們可以藉由計算neighbor跟neighbor 字跟字之間跟neighbor之間 他們之間是不是共同一起出現這樣子的關係 來評估兩個字是不是可能是有一些相似性存在的 那我們neighbor定義其實也是很模糊 什麼叫做你的neighbor? 你要在隔壁出現才叫你的neighbor嗎? 還是我們是只要在附近出現就算 那附近是多附近呢? 我們可以藉由定義一個window 比如說這個window可能是前後五個字 你現在我前後五個字出現你就算是我neighbor 還是我們可以定義成 只要你跟我都出現在同一篇文章 我們就算是neighbor 那你定義不同neighbor 你可能就會得到不太一樣的表示這些word 它的representation 那表示用不同的方式表示 其實背後所隱含出來的意義也大不相同 比如說如果你用一整篇文章去定義neighbor的話 你意思就有點像是我們希望藉由這個coccurrence symmetric 但我們會講這個coccurrence symmetric是什麼東西 藉由這個coccurrence symmetric可以帶給我們的是 同樣的相似的representation 它可能就代表這些詞彙都是在同樣的一個主詞上面會出現的 像是我們在新聞裡面 如果你都是體育的新聞 你體育同樣都是在講體育相關的詞彙 可能就會有比較相似的表示方式 那如果是比如說財經的新聞可能就會 所有描述財經相關的詞彙都會有比較相似的相量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狀況呢? 因為我們的定義就是 同樣都是體育新聞的一些詞彙 他們的neighbor就在同一篇文章裡面的那些neighbor 都會是體育相關的詞彙嘛 那財經新聞的也同理 所以我們比較廣的可以去capture這種topical的一些資訊 那latent semantic message LSA 就有點像是利用這樣的概念 然後去估算每一些字它是屬於哪些主題的 那這邊我們並不會詳細的講什麼是LSA 那如果我們比較緊一點的去定義什麼叫做neighbor 就是我們可以設一個window 你只能出現在我前後多少字以內 才可以是我的neighbor 那這樣子我們其實就是稍微限縮了字上面的用法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捕捉出來相似的這些相量所代表的這些pair 大部分情況可能是語意上比較相似 或者是詞性上比較相似的 因為如果比如說你是一個動詞 你可能前面都會出現接著名詞 然後接著後面的可能也是名詞 所以你有比較相似的這些contact 那你對應出來的這些相量的表示方式也會比較接近 那語意上面也是就跟我剛剛說的一樣 你同樣的同意詞它旁邊會出現的那一些詞彙也會比較相近 所以為了要表示這些semantic 就是 meaning上面的 representation 那大部分的情況我們就是用window-based 不會把neighbor的size限縮到如此的寬 就是把整篇文章考慮進去 我們會針對這些比較local的neighbor來去做觀看 因為我們相信你的 meaning如果是非常接近的話 你local的neighbor就是要非常的像 不是不需要很嚴格的線縮在你local的neighbor 不是考慮整篇的資訊 那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現在window設成1 也就是我們 你一定要出現在我隔壁距離1的word 就是你要出現在我前面或者是出現在我後面這樣才算 所以會分成left context跟right context 那怎麼從這種window的設計去對應出我們剛剛說到這個cocurrence metric 那舉個例子 假設我們現在的corpus的內容有三句話 I love AI I love deep learning I enjoy learning 你就會跑出這樣子的cocurrence metric 在這邊怎麼看呢 橫軸或重軸 它所對應的其實就是每一個詞彙 OK 然後裡面的數值就是這對應的詞彙 這個pair 他們是neighbor的次數 在這個corpus裡面有多少 所以你看2就代表愛跟love 他們是neighbor的次數 在這個data裡面因為出現兩次所以這邊是2 那enjoy I enjoy就是出現一字 所以剩下的是零四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整個word跟word 就是word pair的cocurrence metric 整個把它計算出來 從我們的dataset裡面來做 你會想說 那我們計算這個cocurrence metric 到底有什麼好處 這邊的好處我們就要回歸 我們一開始為什麼要改成是用neighbor的方式 來表示每一個字它的representation 這主要原因是不是就是因為 如果我們把每一圍當成是一個字 那這樣子不同維度 不同字就會出現不同維度 那他們這樣就計算不了他們的similarity 但實際上兩個字可能會有一些相似性 如果是同一字的話或是相似的字 那我們希望能夠透過他們有相同的neighbor 來去表示這個word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藉由有相同neighbor 我們就可以計算出這兩個word 可能是有比較高的相似性 所以我們先計算這個cocurrence metric 就是因為我們要用這個cocurrence metric 來表示每一個字它的向量 所以你看我們可以用比如說每一個column 就可以對應出這一個字 在這個data裡面的表示方法 就像是love 我們可以用這一個六圍的向量來表示 enjoy也可以用這個六圍的向量來表示 那如果我們要計算love跟enjoy 他們之間的相似情況 我們拿這兩個vector 就可以用比如說cos similarity的方式 計算出他們similarity會大於0 為什麼會大於0呢? 因為他們兩個都有共同一起出現的neighbor 也就是i 所以藉由這個方式 就符合我們前面所講的假設 如果有相似meaning的字 可能就會 常常就會有共同的這些neighbor出現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這樣子計算 他們neighbor的distribution 然後去當成這個字 就是他的vector的表示方式 可是在這樣的做法還是有一些問題啊 比如說 在這個表示方式下面 我們是不是要計算這個metric 所以當你的metric size 是不是會隨著我們的vocabulary而增大 如果你現在有3萬個詞彙要考慮 那你這個metric其實就是3萬乘3萬 那如果你有30萬個詞彙要考慮 那這樣子的缺點就是 你可能會用一個非常高微的向量來表示 但是在這裡面 只有少數的一些數值 是大於0的數值 因為大部分的情況 它的這些pair可能都不會存在 所以如果你很sparce的話 你這樣子去表示這些向量 可能它的robustness 可能就會不是那麼的好 因為所有的資訊都只集中在少數的幾個維度上面 那只用這幾個少數的維度 在這麼高的空間下面去計算他們之間的關聯 就不是一個非常好的表示方式 原因是因為你在做任何後續的計算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每一個維度 它可以盡可能的對於我們的off產生貢獻 但是如果我們用這個大部分都是0的向量 來當成我們的input 那是不是就在我們訓練過程中 如果有30萬維 那這30萬維裡面大部分的資訊其實都是0 所以它每一個維度 它所連接出去的這些參數 可能都起不了作用 那你這樣子的訓練其實就會變得非常沒有效率 因為你就只能考慮那些少數是大於0的那些數值 然後再調整你的這些參數 那會造成你的model訓練其實是會比較困難的 所以robustness也是不是那麼好 所以最理想的狀況是盡可能不要用那麼多維 然後這裡面的維度最好是裡面都充滿著大於0的資訊 那這樣子代表資訊量比較多 那也比較容易去做訓練 比較容易去整合起來變成是我們希望的這一個open 所以想法其實就是我們要把這一個高維的work vector 變成是低維的work vector 所以既然我們要讓它變成是一個low dimensional的vector 那當然就是要是一個low dimensionaldense的vector 那dense的意思其實就是說我裡面不spark 就是不是很多維都是0 而是幾乎每一維都是有數值的 那有什麼方法呢?其實第一個方法非常的簡單 第一個方法就是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cocurrence metric嗎? 我就用這個metric做線性代數上面的dimensional reduction 所以呢這邊是一個例子 就是比如說我們可以在上面做svd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什麼是svd的話 概念上很簡單就是變成這樣子 就是這是我們原本的metric cocurrence metric 然後我們可以藉由一個線性代數的技術 那不管它是怎麼做的 總之它可以把它拆解成這三個metric相成 那這三個metric相成我們會有一些特徵 比如說中間這個metric它是只有diagonal的這一條是有數值 其它全部都是0 所以它是一個只有中間這邊有數值的 那你可以發現如果我們把中間這一個 比如說照順序從大排到小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從最重要的排到最不重要的 所以後面如果比較小的數值 可能是有很多比較接近0的 那我們就從這原本有r維 然後把它縮小變成是k維 所以這時候我們把它縮成k維之後 我們希望這三個metric相成 這邊唯一不同點就只有中間這個變成k維 所以你最後這也是剩下 這邊剩下k嘛這樣才能相成 那這三個乘起來之後 這邊都是修改過的usv三個metric 乘起來之後的x hat 它會跟原本的有某種程度的接近 就你希望我做了svd 並且去掉一些後面的這個s之後 我的x hat還算是跟原本的x接近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呢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我原本是不是每一個字 比如說橫的好了 每一個字都是用r維的來表示 那現在我把它縮小變成是k維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只用k維的向量來表示我現在這個vector 那因為我做了這個dimension reduction 那這邊其實是跟線性代數比較相關的 那如果你不熟悉正式怎麼做的話 那其實也不是非常重要 你只要知道可以用一些線性代數的方法來降為 所以每一個向量都可以減少它的維度 那其實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 因為這就是直接借用線性代數現在有的技術 然後直接把我的vector就降為而已 那你可以發現這邊他有做了一些小實驗 他發現降為過後的向量還是可以捕捉到 比如說語意或者是磁性上面的資訊 那這邊的這個例子先秀了是semantic的關係 就是語意上面的資訊 那這裡怎麼看呢 這裡呢dog這個vector它跟cat就是剛降為過後的vector 欸他會發現他們很接近所以他就把它group起來 然後呢再把相近的這樣接接接接起來 那你發現欸最後他這整個結構 其實是真的有把相同的資訊是接在一起的 像是這一塊就是動物嘛 對然後下面的話呢是地點 就是China Russia然後這邊是城市Chicago 所以你看城市會跟城市比較接近 那國家跟國家比較接近等等 那地點跟動物就會離得比較遠 另外一個可能可以捕捉到的資訊叫做synthetic relation 也就是在語言學上面這種磁性啊之類 或者是它的分詞的一些變形都可以被捕捉到 舉例來說像這邊你可以發現欸這幾個字它的向量都在比較接近的地方 那這幾個字是什麼 take taken taking took 那這些字其實都是從剛剛做dimension reduction之後得到這個vector來的 那你再仔細想想欸為什麼他們會接近呢 在semantic上面地點跟地點會接近 因為他們是不是都有相同的neighbor 他們都會說live in什麼什麼他們的neighbor會很相近嘛 那如果是動物他們neighbor也會比較相近 所以你不會說live in dog這樣很怪 所以呢 dog跟另外一個location不會有相似的neighbor 所以他們就會離得比較遠 那當然如果是在這個synthetic的資訊上面其實也是一樣的 你同樣的字你在不同的時態上面的變形 不會影響你他們還是都有可能出現同樣的那些context嘛 所以你根據context他們出現的資訊是相同的 你就可以自動發現這幾個字其實他們是同樣的意思 就是vector很接近只是是不同的 syntax而已 好那這樣看起來已經非常完美了 為什麼low dimensional的這種方式可能還不是現在最主流的做法 那最主流的做法不是用這種線性代數dimension reduction方式來做的 主要有幾個issue首先像這個dimension reduction的做法 其實計算量其實是非常大的 你仔細想想看我這個metric裡面 一開始如果我有100萬個字 我就有100萬乘上100萬的metric 那這個metric是不是非常大 你要在這個metric上面做剛剛說的svd 你要花費的這個computation power其實是非常高的 舉例來說你對一個m乘m然後m小於m的一個metric 你就需要花big o mn平方這樣子的computation cost 在做svd上面 而且你有發現嗎 當你有一個新的字的時候 你就是想像這個concurrent metric 你就多了一個新的row 那這個新的row裡面就會有新的數值嘛 那你在做這個分解svd的時候 你其實要對這個新的metric再重做一次 因為它的數值會影響到你怎麼去找出這三個metric 所以你要加一個新的字 就會造成你這些全部都要重算 其實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那cose就太高了 所以呢雖然它是一個很簡單 而且感覺實做起來的效果也還不錯的方法 可是它沒有那麼實際在應用上面 所以呢要怎麼做呢 最近期跟最主流現在做的法 其實就是我要直接去學 一個low dimensional的worth vector 剛剛說到跟原本的這個做法有什麼不一樣 直接去學的意思就是 原本我們都是從這個concurrent metric 一個high dimensional的sparse vector來 然後呢我去做dimension reduction 把它變成low dimensional的vector 然後我在哪用 但是現在我們不要做這些 前面說的這些事情 我們要做的就是 我們直接在空間中找出一個位置 就是impact出這個字 可能在這個空間中的哪一個點 所以呢是直接學它在這個空間中的哪一個位置 所以我們除了它是一個low dimensional的worth vector以外 我們還會叫它worth embedding 從剛剛說的這個方法 我們叫它 the rapid learn low dimensionalworth vector 就是直接去學出來 那這個方法其實大概可以追溯回1986年 其實就有人利用deep learning的方法去學representation了 那到了近期其實才有幾個比較主流的方法 然後獲得很不錯的成效 所以被應用在NLP上面 那剛剛說到它會叫做word embedding 就是因為它的概念是我直接從空間中 假如說我現在希望用一個實微的向量來表示它 那我這個空間就是一個實微的一個空間 10d的空間 然後我們要在這10d的空間上面 直接找出一個點 這個點它是不是就是一個向量 那這個向量其實就代表某一個字它的vector 所以我希望把每一個字全部投影到這個實微的空間上面 那有幾個主流的模型 那我們之後會一一的提到 一個呢叫做word to bag 那它是Miklov他在2013年的paper上面發現的 提出來的 那後來隔年Stanford有另外一個學生 他就提出了另外一種做法叫做glom 那這兩個都是非常的有名 那到時候我們也可以仔細來看這兩個 個別是怎麼做到的 那複習一下在meaning representation裡面所講的 我們一開始cover了knowledge based representation 還有corpus based representation 那我們也可以細分corpus representation裡面分成 one cut的representation表示法 或者是藉由neighbor的representation表示法 那藉由neighbor又可以再細分成 high dimensional的或是low dimensional的 那high dimensional的就是每一個字字 跟字之間concurrent出現這個metric嘛 那要怎麼樣把它變成是low dimensional的 第一種方式是直接從high dimensional來做降位 那第二種是我直接在space上面學 那今天deep learning現今可以做到的事情 其實就是直接找出這一個word 在這個high dimensional 這個low dimensionalspace上面的位置 所以我會叫他word embedding 那也是最主流的方法 就是direct learning 那是最主流的方法 我們在這邊可以做一些 一些零力的方法 我們在這裡